看看新闻网 继大S 阿雅 吴佩慈等台湾地区的女星 顺利生下了马宝宝之后呢 她们姐妹淘当中的另外一员 这个周杰伦的前女友 台湾地区的甜心主播侯佩岑 最近也是喜货玲儿 可是大家呢 可能还记得今年年初 侯佩岑刚刚被爆怀孕那伙人 也是口口声声表示 预产期在9月中旬 谁知呢 这9月刚到 小宝宝就急着要从妈妈的肚子里 跑出来跟大家见面了 侯佩岑9月1号早上就是在这里 中山医院产下男婴 而不少的明星像是贾静文以及陶金银 也都是在这里生产 一接到甜姐侯佩岑生产的消息 我们新月在县纪酒就马不停蹄 赶到医院助手 但可能由于预产期提前了一周的关系 医院外并没有发现 侯佩岑娱乐圈中好友们的身影 而侯佩岑老公黄伯俊 以及公公婆婆 也都一直待在医院中并未现身 不过甜姐还是通过其经纪公司 向外界公布了一张 这个处女做马宝宝 蓝色左脚压印的照片 和外界分享初为人物的喜悦 自从2011年侯佩岑和身家白亿的 金融采俊黄伯俊细节连礼后 一连两年肚子都没有动静 好不容易盼来 这个马宝宝心中自然欢喜 很开心 就是一直很感恩 这个是老天爷送 送我跟我先生最好的礼物 怀他十月 侯佩岑总算迎来了这份礼物 生产过程 老公黄伯俊也是进产房全城陪产 老公贴心 儿子可爱 不知道这位家庭生活美满的新妈妈 什么时候才肯出来跟观众见面呢 我是看自己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还是以家庭为主 那如果我自己的身体许可 时间许可的话 我就会继续做我喜欢做的工作 新闻在线 综合报道